最近,BBC又出了一部新作《贝比异想世界》,专门给爸爸妈妈们解读两岁内宝宝的各种行为,他们在想什么?他们为什么会这么想?他们是从什么时候开始有这些想法的? 短短三集的纪录片,才推出不久,豆瓣评分就上8.9了,不仅妈妈们爱看,还掳掠了不少单身男女青年的心,各种猫娃铺满了屏幕,光看宝宝心都能蒙化了。 即将过年了,如果过年期间没有出游计划,你家人看看这部纪录片倒是个不错的选择。 整部纪录片提到了很多有意思的实验,第二集关于宝宝人际关系的实验最吸引我。 这么小的娃娃,他们真的懂得什么是人际关系吗? 不看不知道,原来有些技能他们天生就会,这些能力对他们日后发展自己的人际关系,有着不容忽视的重要意义。 废话不多说,我们一起来看看这些有趣的实验,揭开了哪些秘密吧? 一、出生一周宝宝多大会,对人脸产生反应,三个月? 一个月? 不,一周就够了。 纪录片里科学教给出生一周的宝宝看了两个视频,一个是机械玩具,一个是人脸,视频个是五秒,这期间安装在宝宝头部的仪器,会见像实时扫描。 橙色线会显示大脑活动的频繁程度。 很明显,宝宝观察人脸的时候,大脑活动比观察机械玩具的时候要高得多。 活动频繁的区域叫念上后区,这个区域正是我们对外界事物做出反应。 的区域,不仅能让我们跟外界进行沟通,还能复理复杂情感,比如理解别人的情绪,判断别人是在说谎,还是表示善意等等。 实验结果显示,才出生一周,宝宝的大脑已经开始为日后的社交生活开始做准备了,远比我们原本以为的要长得多。 妈妈跟孩子面对面的交流,其实从他们一出生就已经开始。 二、四个月一岁第二个实验跟情感联系有关,主要探索别人的关注,对宝宝而言有多重要。 首先,心理学家让爸爸妈妈们跟宝宝们互动,都他们开心。 然后,他们把脸转到一边,当再次转回来的时候,爸爸妈妈们的脸上像不再有表情,并且两分钟内,不给宝宝任何反应。 一分钟内,有的宝宝伸手要抱抱,有的故意发出吵闹的声音,宝宝们都在用各种各样的方法,引回父母的关注。 当爸爸妈妈还是没有反应的时候,他们开始转移目标,想得到工作人员的关注,有的甚至已经有了哭腔。 被冷落了的两分钟,宝宝情绪变得急躁,有的甚至已经开始哭了,等爸爸妈妈终于回应他们之后,他们才终于变得高兴了。 哪怕是小婴儿,其实也非常敏感,但情感联系被切断时,他们几乎立刻就感觉到了,而且会采取他们的方法,来修复这段情感。 你的宝宝有可能比你想象中的,更需要获得外界的关注,而且在这段人际关系里面,他们扮演着飞,想积极的角色。 早期建立起来的情感关系,并不只是为了乐趣,还是为了他们融入生活的基础。 所以,你带孩子去公园,去幼儿园等等人多的地方,是为宝宝建立人际关系的基础。 而且很多你做过的小动作,比如简单的儿歌,简单的动作,其实都会引起宝宝的反应,他们比你想象中的更喜欢这些小动作。 宝宝小的时候跟身边人建立亲密的联系,对他们之后的生存至关重要。 三,七个月一岁,我们一直以为判断好坏的行为是需要学习的,在当人教会孩子之前,他们不具备这种能力。 为了验证了个问题,英国科学家们的设计了一场小小的木偶戏,红色圆形木偶想爬上山坡可是蓝色方块木偶,总是把红色圆形木偶推下去。 最后红色圆形木偶得到了黄色三角形木偶的帮助,爬上来山坡。 看完木偶戏,让宝宝来选择,他们到底会选择好的黄色三角形木偶,还是坏的蓝色圆形木偶呢? 意外的是,所有参加实验的孩子,哪怕是只有七个月的宝宝,全都选择了黄色三角木偶。 判断对错好坏,有可能是孩子本能,也有可能在孩子一岁之前,就已经吸得了这种能力。 在看木偶戏的时候,他们不只是观察到了颜色和形状的差别,还能理解整个故事,并且根据自己的判断找到好的木偶。 原来,七颗月开始宝宝已经懂得,和好人在一起会更开心。 这个结局你猜对了吗? 4、16至24颗月科学家认为,当宝宝能认出镜子里的自己时,就已经发展出自我意识了。 为了找出宝宝们具体在什么时候开始有自我意识,他们找了一群16至24个月大的宝宝做这个实验。 偷偷在宝宝脸上擦红色印记,然后引导宝看镜子,看看他们看到镜子里的自己后,会不会动手去擦自己脸上的红印。 16个月大的宝宝看了两眼镜子就转身走了,完全没有要擦脸的动作。 19个月的宝宝在镜子前犹豫了很久,虽然没有擦脸的动作,但是已经有自我意识的迹象。 21个月大的孩子明显已经理解这个游戏的奥迷,发现自己脸上的红印之后,立刻开始擦脸。 24个月大的孩子也是苗懂,甚至还有点介意脸上有东西。 研究人员解释,自我意识的建立就像洋葱,一开始的时候,我们具有最理念的核心,随着孩子一个月一个月地长大,自我意识会慢慢一层一层的形成。 这就是为什么这几个孩子,虽然只差了几个月,表现的差异却非常大,16至24个月,可能就是孩子形成自己个性、思想,对自己有认知的过程。 所以在两岁前,你的孩子已经有可能理解,每个人都是独立个体,同理他,他自己也是一个独立个体。 这是好事,但也有坏处,因为恐怖两周岁即将开始,宝宝的第一个叛逆期,即将放来。 具体恐怖两周岁到底是怎么回事? 这里就不拓展了。 感兴趣的家长建议你们点击链接,收好这份保命指南,或许里面的内容能解决你的问题。 5、17个月、24个月,孩子什么时候开始有同理心? 当别人表现出痛苦的时候,宝宝们会有什么反应? 传统观念认为,孩子在两岁前不会有太大的反应,而这个试验找的,却全是两岁以下的孩子。 科学家把一个仿真的娃娃放到宝宝玩乐的现场,然后在远处操控娃娃,让娃娃发出哭的声音。 宝宝几乎是立刻做出的反应,她停了下来,表情发生明显变化,变得很担心,伤心,这就是同理心的最初阶段。 同理心不仅仅是对不好的事情做出反应,在有意识之后还会有下一步动作,可是17个月确实太小了,宝宝不知道自己该做什么去帮助哭泣的娃娃。 18个月的宝宝似乎表现更好一些,虽然自己不知道怎么处理,但是懂得求助妈妈。 不过,实验开始前,妈妈就被告知不能帮助孩子。 这个21个月大的宝宝,是最后接受测试的孩子。 他的表现最让人吃惊,在没有妈妈插手的情况下,他们主动给娃娃递奶瓶和公仔,靠自己想到了帮助娃娃的缺陷方法。 实验表明,不到两岁的孩子,也可能有同理心。 当娃娃哭的时候,所有宝宝都表现出共情感,他们能够理解有不好的事情发生了。 但是怎么对此做出反应,问题要怎么解决,这些技能需要爸爸妈妈们后天教育,或者通过观察自己慢慢学会。 其实,宝宝就像海绵,妈妈照顾弟弟妹妹,或者爸爸在路上给起盖钱,这样那样的小动作,都有可能被宝宝吸收,之后复制同类事情的概率也会变高。 记录片里的实验还有很多,光是上面提到的这些,我们就已经发现,不到两岁的宝宝,他们喜欢受到关注,但情感联系被切断时能及时察觉,不用交界懂得判断对错。 有自我意识,还有同理心,会主动帮助别人别再说,孩子还想什么都不懂了,他们懂得远比你以为的要多得多。 看,你现在的情绪,你正在做的小动作,你说的话,全都在悄悄的一影。